耶稣回答说 《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马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夺去的。 《路加福音》10章41-42节 这个星期每日与主同行,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福音书里面, 耶稣和七个女人相遇的经历, 希望大家在听这些故事的时候, 都试试投入那些人物里面, 看看和耶稣的对话接触, 对你认识自己, 认识耶稣有什么帮助。 《马大和马利亚的故事》, 大家都很熟悉的, 我想今天将焦点放在《马大》身上, 话说耶稣和门徒到村庄, 《马大》很踊跃地招呼耶稣和门徒, 在这个过程中, 马利亚就选择了坐在耶稣的室前去听耶稣分享, 而《马大》在圣经里面重复都说, 他心里面很忙乱和很烦躁,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件事挺特别的, 如果大家细心观察, 他就和耶稣说, 主啊, 为什么你不在意马利亚不来帮我忙吗? 这样的要求其实是挺特别的, 如果我是马大的话, 我叫我妹妹来帮我忙做事, 其实我直接找他就可以了, 但是马大好像里面有很多情绪, 很不焚, 所以他好像是想拿到耶稣那种赞赏和关注, 那么另一篇箱又很奇怪, 我想如果我是耶稣, 这个主人很忙乱地想有人帮忙, 我都可能会叫马利亚你不如去帮他吧, 但是耶稣又没有这样做, 他就说马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 那么我觉得这个片段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那么原来我们认识的耶稣基督, 其实他作出一些的回应, 很多时候都令我们出人意表的, 那么在这里其实是帮我们看到, 其实马大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去服侍耶稣, 或者招呼耶稣并不是一件坏事, 只不过他做起来, 里面的心就有不焚, 还有会忘乱, 那么耶稣的回答, 其实好像一个当头棒壳, 一盆冷水那样淋落马利亚, 马大身上的, 那么这个这样的经历, 我想一下如果大家代入去马大的身份, 他原先是想拿财的嘛, 想耶稣赞赏的, 但是耶稣的一番拒绝的说话, 我想一下如果他听完之后, 他应该可以怎样反应呢? 当他回到厨房继续做事的时候, 我想是他那天的一个最黑暗的时间, 他应该放下手头的东西还是继续做他的菜? 其实这个都令我们想起, 都跟我们的性格有关, 马大其实是一个做事很快, 很想用行动去表达自己的人, 耶稣在这里其实对他的性格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你可否静下来呢? 可否按照耶稣的心意去跟耶稣相处呢? 我想作为一个客人, 你去做一个访客, 你去到人家里, 其实是否煮很多道菜来招呼你, 是令你最心意满足的呢? 我相信耶稣是想跟这两个姊妹坐下, 分享,能够倾心吐意, 是最能够满足耶稣的心意的。 所以我想值得我们反思的就是, 当我们去服侍耶稣或者服侍神的时候, 我们是按照耶稣的心意去服侍他, 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呢? 按照自己的意思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做到很忙乱, 很不开心都未定, 但最终的我们是要满足神的心意的。